大家好,这里是小倩讲故事 喜欢小倩故事的朋友就点个订阅吧 您的点赞和订阅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话说在清朝乾隆年间 峨眉山附近的一个村镇 住着一户月圆外 除了祖上留下的大面积田地 月圆外还经营药材 山针等生意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月圆外西下有一独子名为月长生 自小跟随父亲学习 耳濡目染 家之聪明勤奋 之下很快就能独当一面 月长生成人后 家里给他挑选了一个书香门第的女子为妻 女子名为林雪如 知书达理 相貌端庄 两个人虽然婚前未曾谋面 婚后却相处融洽 夫妻二人用秦色和名来形容 再恰当也不过了 月长生有一个娘家大舅 真名大家都不记得了 因为出了名的奸懒长华 乡亲们都叫他赖大皮 这个赖大皮 东家偷之机 西家去偷摸人家新媳妇 南头挖个坑等着别人掉下去 北边赌输了钱 还不上就吃一顿竹笋炒肉 乡亲们都烦透了他 却又不敢太得罪他 因为也不知道他能损出什么幺蛾子来 因为月长生家有钱 赖大皮就总去借 总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偏偏月长生的母亲又特别互短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伏地磨 他天天吹枕头风 要么就是哭天抹泪 到底让月圆外给了赖大皮一些田产 还给他盖了一间新房 又出聘礼给他娶了媳妇 赖大皮也是太不争气 手里有点钱吧 心里就开始骚动 要么去寻欢作乐 要么就去天黑赌到天亮 不输光不下赌桌 很快 他把家产都败光了 债主把他和媳妇都绑了去 给月圆外家捎来信要一千两银子 信中还有一截赖大皮的手指头 月圆外弃的是火帽三丈 家里有钱不假 可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这个小舅子 简直是自己的祖宗 上辈子不知道欠了他多少 他媳妇两眼发黑 直接晕倒 醒了就抱着月圆外的大腿不放 说什么都要把人赎回来 月圆外弃归弃 人还是要救 等交了钱赎回来了人 赖大皮的媳妇就苦苦哀求 说只要给自己一封修书 算是解脱 赖大皮还觉得自己有理 伸手就要打 月圆外看不下去 就做主给他一些银两 让他走了 这下赖大皮又成了一群二白的光棍 月圆外当着他们姐弟俩的面表态 从此断绝关亲戚关系 死活不再相干 之后 赖大皮果然老实了几年 其实 还不是他姐姐私底下偷偷色给他银钱 怕月圆外知道 甚至还变卖自己的首饰 月长生婚后两年多 月圆外一次外出谈药材生意时 不幸感染了风寒 不久就撒手人寰了 月长生从此忙碌起来 林雪如也生下了一个儿子 名为月亲 这一天 正逢年底 月长生和帐房对帐时 母亲赖氏走了进来 赖氏一见到月长生就开始抹眼泪说 咱们在家吃香的喝辣的 我那弟弟 就是你的亲舅舅 却在外边要饭 我这个做姐姐的真是心疼 你这个做外甥的也看得下去 孝顺的月长生被母亲突然将了一军 有些不知所措 加上年底实在忙碌 就安抚母亲 想怎么办母亲做主就好 赖氏就等着他这句话呢 之后赶忙叫人把赖大皮找过来 月长生本以为舅舅只是到家里过年 却没想到从此赖大皮就住进了月家 赖大皮住进来 不仅以自己是长辈自居 动辄呵斥吓人 一双色咪咪的眼睛还总往林雪如那瞟 月长生几次提出要舅舅离开 都被母亲阻拦下来 这一日 月长生要去省城谈一桩买卖 因为路途遥远 事情又多 少说一个月才能回来 临行前林雪如不顾左右的下人 抱着他就哭了起来 林雪如说 我昨天梦见有一只黑乌鸦飞进屋来 还啄了我的眼睛 不知道为啥 我总有不好的预感 要不你还是别去了吧 月长生当然不信 却也只得安抚他 让他在家安心等待 走到半路 果然遇到一伙劫匪 眼看自己要被劫匪杀死 却突然出现一阵龙卷风 吹得所有人都睁不开眼睛 月长生也昏迷过去 等他醒来 只见自己在一个屋内 屋里点燃的香 发出疑人香气 令人神清气爽 这时 一个女子款款而来 虽说林雪如相貌端庄 可和这个女子还是没法比 这个女子身着白色薄纱 长发如铺 肤若凝脂 唇色呈现鲜嫩水润的红色 让人一见就忍不住想要亲近 说是人间角色也不为过 一时间 月长生看呆了 那女子玩耳一笑 这一笑 真可以说是一笑清人成 再笑清人果 月长生的哈喇子都躺出来了 女子拿出手绢 轻柔地给他擦了擦 等到月长生恢复理智 女子就直接告诉了他真相 原来 在月长生九岁时 随父亲去相亲家看药材 却在那家院里看到一只白狐 装在笼子里 不知为何 月长生一下就喜欢上了这只狐狸 觉得他被关在里边很可怜 就要求父亲将这只狐狸买下 买下之后月长生却打开笼子 要将狐狸放走 父亲不解 他却说 正因为我喜欢他 才要给他自由呀 那白狐回过头看了一眼月长生 就走了 今日在月长生面前的女子 就是昔日的白狐 当时 他和别的狐族刚斗过法 十分虚弱 就被农户抓了去 白狐经告诉月长生 为报答他的恩情 今日救下了他 白狐说自己名为兵姬 对月长生一见倾心 如果能承蒙月公子不弃 想留他多住一些时日 自己愿意终日陪伴 美貌女子 情深意后 用现在的话说 月长生虽不风流 也只是饮食男女 如何能不心动 于是 他如同进入了全新的世界 将生意 俗世的牵绊都抛在了脑后 和冰姬在一起享受 如交似妻的生活 美酒在前 家人在侧 月长生可以说是 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 直到有一天 冰姬满脸带泪地走向他 说 公子 咱俩在这已经一年有余 今日 我听同族说 你家人遭受了不幸 我就是在恋着你 也不能不放你走 否则 我的罪过就大了 月长生大吃一惊 他还以为只过了一两个月 哪里想到 都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 冰姬告诉月长生 让他赶紧回家 自己自会跟随 月长生回到家中 却发现家中的一切都变了 原来 月长生数月不归 赖大皮就花钱买通了几个人 说是月长生已经死在外边 赖氏和林雪如悲痛欲绝 赖大皮趁此主持大局 成为了月家的主事人 他把月家的老家仆全部遣散 重新雇佣自己的手下 然而他一个无赖泼皮 哪有什么经营管理的能力 还只知道享乐 月家的生意就等同于停了下来 赖大皮管着账房 随便花银子 赖氏这时知道弟弟心术不正 几次阻拦无果 还被赖大皮打了一巴掌 赖氏知道自己引狼入室 自觉无言面对月家列祖列宗 静自尽了 如此家中只剩下赖大皮和林雪如 月清母子 赖大皮早就垂涎林雪如的美色 之前是爱着姐姐在这 自己不好下手 现在姐姐自尽身亡 她可算是没了阻碍 就在一日 监污了林雪如 林雪如本想一死了之 可是月清年纪太小 若没有自己护着 怕会被赖大皮害死 为了孩子 她只能忍辱偷生 可以说是度日如年 月长生回来后 看到家中已经是这般模样 大惊失色 见到憔悴不堪 还抱着孩子的林雪如 更是又惭愧又心痛 面对赖大皮 真是杀死她的心都有 可杀人犯法 这时兵姬出现 她说 我们狐妖杀人 谁都管不了 说吧 她找到赖大皮 引诱她走入密林 将她扔进蛇窝 赖大皮被数百条蛇缠身而死 林雪如见到她 又看到了兵姬 当下心中有所了然 她欺然一笑 对她说 如今我是残花败柳了 你要照顾好月清 就转过了脸去 当夜 林雪如就自尽了 林雪如的自尽彻底 打垮了月长生 她抱着雪如的尸体 一下下抽自己的嘴巴 如果不是自己贪恋美色 忘了家人和责任 哪会沦落到今天这样凄惨的地步 为人子 母亲纵然有失 却被迫自尽 为人夫 妻子被人凌辱 为了孩子苟且偷生 为人父 为保护孩子周全 月长生悲痛欲绝 觉得最该死的就是自己 冰姬见她这般伤心 也是惭愧不已 她以为自己诚心陪伴月长生 是对她的报答 乃知道会害惨了她 冰姬轻声问月长生 咱们带着孩子 回去我那里 一起好好生活 好吗 月长生摇摇头 回答她 我本就对不起雪如 她死了 我还带着孩子 去和你一起快活 我还是忍吗 冰姬掉下泪来 说 我把我的元神丹给她 她就能复活 且不记得那些伤心的事情 你们还可以重修就好 是我把你害成这样的 我不是有心的 公子 你就当这一切 都是一场梦吧 说完 她就吐出元神丹 放入林雪如口中 自己却变成了一只白虎 变成白虎的冰姬 对月长生点点头 就走了 片刻后 林雪如不仅苏醒过来 面容还特别有神采 月长生带着家人 重振旗鼓 月轻也平安长大 日子又回到了正轨 只是月长生 空闲时总是一个人去山里 总要走很久 像是在寻找什么 本期故事结束了 喜欢小倩的故事 就点个订阅吧 我们下期再见